现代人毛病多 当莫名的疼痛上升 不少人选择用电疗器来输压按摩 而在医疗上利用电疗也是复健治疗的一环 不过是否可以施行电疗来医治 许多医生是利用电穴诊断来作为依据 电穴诊断呢 其实跟电疗是分开的 电穴诊断主要是用来检查 病人的神经肌肉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帮医师做疾病诊断用的 电穴诊断对于神经肌肉的异常症状 有很好的评估作用 可以分辨出疾病的真正原因 是来自于肌肉或是神经的病变 若是神经因为压迫 感染 代谢失常 或是中毒等现象受到伤害 也能够检查出受伤的范围及程度 是否有改善或是恶化的现象 而这些都是医师接续治疗的重要参考 神经受伤厉害 它会造成肌肉萎缩 我们可以用电疗来帮忙病人 通常用的叫做肌肉电磁剂 肌肉电磁剂主要的目的是让肌肉 比较有力量的收缩 比较强的收缩 减缓它的萎缩程度 人体可以说是一个电磁场 包括神经和肌肉都有电生理的特性 随时都有微小的电流在流通 神经细胞的细胞膜内外 有着不同浓度的正负离子 细胞的内外就会产生电位差 电讯号也借此传达 电疗器就是借由产生 类似人体的运动讯号 并经过粘贴于皮肤上的贴片 将这种讯号导入 在附近的肌肉群因此被诱发 产生一连串有律动性 但非自主性的局部收缩运动 这一类的收缩运动 广泛应用在肌肩病人身上 也是用于慢性病和癌症患者 主要是用来止痛 止痛我们原则上 都是用比较低周波 1000Hz以下的这种 我们通常叫低周波 让血液循环 局部的血液循环改善 肌肉韧带的放松 这个是最主要的作用 适当的电疗能够增强肌肉力量 对于附件相当有帮助 另外在治疗神经病变 骨折愈合以及忧郁症 也有一定的功效 一般民众若是要使用电疗器 务必控制在低周波 如果有其他的用途 还是多询问医师意见 避免发生不良作用